他是大连的居士 残疾不能自立 由同参道友 带我请老法师开诗 念佛五年 刚念时 竟如新缘道两个月 已经复身 每一天读见念佛 听老法师 录音带 并忏悔回向 给冤亲斋主 到寺院做超度 至今没有立身 念佛不得力 临终时又怕障碍 怎么办 这地瘸是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忏悔不得力 是我们的真诚心不够 露福都教导我们 至尘就能够感动 上可以感动诸佛菩萨 下了可以感动天地贵神 那么你修忏悔 做超度佛思 都没有能感动你的冤情战处 是你做的诚意不够 这确实是第一个因素 你要再忏悔 以真诚心 求三宝加持 以真诚心 真诚心 才能够修集功德 你的功德 让给冤亲斋主共享 没有不受感动 总而言之 这个真诚心不够 现在我们能够修集功德 我们能够修集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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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